第五百零一章 我饿了 想洗澡 第二天早上 灵巡睁开眼睛 习惯性地茫然地望着天花板 我 又喝醉了 你醒了 一道略显沙哑的声音响起 灵巡目光落在女孩脸上 神色顿时柔和下来 学姐 早上好 苏青师抱住灵巡的胳膊 脑袋轻轻地蹭了蹭她 声音依旧有些沙哑 嗯 头疼吗 那倒是没有 不过 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哑 灵巡好奇得到 随即她敏锐地发现了 女孩眉宇间露出的疲惫 顿时 灵巡神色凝重下来 学姐 你没睡好 苏青师觉得眼睛有些干涩 索性闭起眼睛 轻恩一声回应她 没睡好 昨晚做噩梦了 她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 梦里她发现 自己被一根粗壮的绳子绑着 用吊机吊在几十层楼的天台上 她的下方 是来来往往的车辆 一个面容模糊的男人 冷笑地拿着刀朝她走来 苏青师无法说话 她眼中不满恐惧 她想要呼喊灵巡的名字 但是那个可怕的男人却告诉她 灵巡已经被她杀了 那把刀忽然变得血淋淋起来 似乎上面就沾染着灵巡的血 苏青师绝望地看着男人靠近 那把带着血的刀 毫不留情地割断了绑着她的绳子 苏青师从高空坠落 梦境到此 苏青师就被吓醒了 半夜里她满头大汗 久久不能平静 后来的时间里 她一直抱着灵巡才 迷迷糊糊地睡着 灵巡心疼地抱着苏青师的娇躯 安慰道 没事的学姐 别怕 梦境都是相反的 梦谁都会做 不会成为现实的 苏青师眼神略过一抹巨色 她用力地回报着灵巡 带着一丝颤音 灵巡 我怕 苏青师的精神本来就紧蹦着 此时在灵巡的安慰下 更是找到了发泄点 灵巡慌忙地安慰着怀中的女孩 同时她内心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多怪自己又喝醉了 灵巡亲拍着苏青师的后背 决定今天好好陪一陪她 我们出去走走吧 散散心 苏青师抬起头 可怜巴巴地望着她 灵巡心头一软 那不出去了 我陪着学姐补教 苏青师轻轻地点了点头 这时 苏青师才将昨晚的事情 告诉了灵巡 跟踪 灵巡的脸色也是变得凝重下来 对他们不利的人 她在大脑里疯狂排除 最后浮现出晴天的身影 跟他们有过节的 似乎只有晴家 不过并不绝对 难怪学姐会做噩梦 原来是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她揉着她的脑袋 温柔地安慰道 学姐不怕 我绝对不会让你有事的 相信我 我会保护好你 苏青师点了点头 眼中却是担忧之色更重 在梦境里 灵巡是遇害了的 随即她摇了摇头 认真地对灵巡道 灵巡 如果有一天 我们真的出事了 我希望你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千万不要为了 我做傻事 知道吗 灵巡宠密地笑了笑 什么叫做傻事 苏青师猝着眉道 就是如果他们用我来威胁 你做任何事情 不要答应他们 灵巡笑容收敛 她伸出手 捏着她光洁的下巴 轻声道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学姐 我会答应他们的 苏青师瞪着她 灵巡拇指轻轻地 划过她的红唇 眼中满是怜爱 那我问你 如果是我被挟持 他们用我来威胁你 你会答应吗 没有犹豫 苏青师点头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她不会看着灵巡出事 这不就对了吗 我怎么可能舍得你出事 苏青师眼中掠过一抹泪花 她忽然翻身将灵巡压住 沙哑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疯狂 灵巡 爱我 不知过了多久 灵巡看着因为疲惫昏睡过去的苏青师 忍不住在她额头上亲了一口 好好睡觉吧 学姐 睡醒了 什么事都不会有 确定苏青师沉沉睡着之后 灵巡小心翼翼地起身 来到客厅 此时的她 眉头紧锁 眼中掠过一抹不属于 她这个年纪的深沉与冷冽 她拨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喂 老爸 大中午 日上三干 苏青师那双好看的眼睛 缓缓睁开 刚睁开 就对上了一双好奇的眼睛 看什么 苏青师脸色有些羞红的 白了她一眼 不敢与其对视 嘿嘿 还害羞的学姐 都是一家人了 灵巡黑黑一笑 她在她唇上亲了一口 你睡着的样子 想看吗 苏青师眼睛露出一抹疑惑 随即她危险地眯起 你偷拍我了 灵巡连忙道 绝对不是有意的 就是被你睡着的样子 深深迷住了 苏青师白了她一眼 流氓 我饿了 想洗澡 好 嗯 饿了 想洗澡 是又饿又想洗澡吧 学姐你便调皮了 午饭我已经做好了 你洗个澡 然后就可以吃饭了 嗯 你帮我过去 好嘞 某位同志将美人抱进浴室后 期待地问了一句 能不能一起 可恶的是 美女居然没有拒绝 近一个小时后 洗漱完毕后 两人一起吃午饭 学姐 咱们出去走走 散散心吧 灵巡再次开口 这次苏青师没有拒绝 他们来到了小区后方的一个小公园 阳光洒在身上 暖暖的 天气有些清凉 太阳也不似以往那么毒辣 灵巡找了个长椅 让苏青师坐下 看看周围的风景 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好 心情会好一些 他温柔地说 苏青师一眼看向四周 他的心情渐渐放松下来 靠在灵巡的肩膀上 谢谢你 灵巡 苏青师轻声说道 灵巡笑了笑 抱紧了他 以后有什么事都要告诉我 不要一个人承担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苏青师点了点头 灵巡揽住他的肩膀 看着前方 这段时间 你就住在学校 有我在的时候 再住在这个小区 好吗 苏青师轻轻地点头 我听你的 在灵巡身上 他感受到了安全感 这个男生 全心全意地在为他着想 这样的灵巡 真是令他着迷呢 第502章 阿泰入住南大 接下来的几天 苏青师一直待在学校里 就连阿泰 此时都入住南大 好巧不巧的是 他换了一副样子 穿着休闲装 坐在二十堂四楼的台球厅里 众人都以为这是老板新招的员工 不过凭借着阿泰冷峻的外表 倒是吸引了不少女生 哥哥 能不能加个微信啊 此时一名身材火爆 同样伸住暴露的女生 单手撑着下巴 痴痴地望着阿泰 阿泰看都没看他一眼 继续低头打着游戏 女生健壮 不仅没有离开 反而直接坐到了阿泰身边 身体紧紧贴着他 哥哥 你好高冷啊 不过我喜欢 女生的声音嗲嗲的 听到阿泰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他停下手中的动作 侧过头看向女生 眼神中充满了冷冽 离我远点 声音冷硬 身上的重煞气以及凶气 不是这种小女生能驾驭得了的 女生被她的语气吓到了 身子往后缩了缩 不加就不加嘛 凶什么凶 女生嘟囔着 狠狠地瞪了阿泰一眼 转身离开了台球厅 阿泰重新拿起手机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继续打游戏 他这副样子 让得打台球的人 都以为他是浑黑社会的 原本热闹的台球厅顿时 有些沉寂起来 这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 走进了台球厅 他的出现 众人才如释重负 姐 你要是没来 我下次也不来了呀 似乎察觉到有人靠近 阿泰抬头看去 发现竟然是江云小 他穿着一身运动装 扎着马尾便 看上去清纯可爱 江云小看到阿泰 有些惊讶 但还是走了过来 阿泰 你怎么在这里 他好奇地问道 阿泰勉强挤出一抹微笑 道 我现在是这里的员工 哦 原来如此 这是换人了吗 黄景彤那个家伙呢 江云小点了点头 随即问道 阿泰道 少爷免了他后面的时间了 以后由我来代替他上班 江云小眼睛一亮 我去 阿泰你真是厉害啊 不仅干保镖 现在都是混到这里当管理了 嗯 我明白了 你是不是上演 校园几品保镖里的主角 专门贴身保护主人的那种 阿泰对于他的话 感到一阵无奈 不过话说回来 好像也没毛病 江云小眼睛低溜溜地转了转 道 那你在这里上班算了 我就回去休息了 阿泰点了点头 少爷说过 江小姐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时间 谢谢 小学弟对我真好 刚好我要去京都一趟 那就辛苦你了 江云小笑眯眯地道 客气了 另一边 林寻上完课后 就告别了室友 前去找学姐 钢子 你发现没 老林这小子 最近活动得有些频繁啊 狗胜利 一副八卦的表情说道 刘刚沉思了一下 也是点头 说起来确实如此 他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狗胜利倒是不以为然 能出什么事吗 他每次丢下我们 都是去找苏学姐的 倒是一份美事啊 刘刚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随即说道 走吧 我们去干饭 狗胜利忽然脸色一变 那什么 不好意思啊 我要陪苗苗去吃饭 顺便晚上约会 嘿嘿 滚 刘刚满脸黑线地瞪了他一眼 狗胜利离开了 刘刚仰头长叹 哎 要是打子 再就好了 这下寝室的单身 守舍人 就只有他一个了 这么想着 刘刚正要干饭 这时电话忽然响了起来 看到来电显示 刘刚惊讶了一下 你好 你好 是刘刚先生吧 我是南城退役军人事务局的 你是去年退伍的是吗 刘刚点头 是的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们这边举办有一个冬季教官培训营 请问你有异象吗 电话那边是一道女生 刘刚愣了一下 随即说道 能详细说说吗 好的 是这样的 另一边 林寻刚下教学楼 就发现了站在不远处的苏青师 他穿着一件淡蓝色上衣 下身是紧身牛仔裤 修饰出那双修长的大长腿 整个人显得高挑 五官略失粉带 绝美无瑕 路过的人的目光 不受控制地看向他 眼中皆是带着惊艳之色 不过女孩面容清冷 他目光平静 却又令人不敢与之对视 庞扶与他对视 自己就会被他的目光刺痛 有人认出 那是南大的笑话苏青师 暗自惊叹 女神不愧是女神 气质超级一流 林寻见到如此美艳的学姐 原地停下观赏了一会儿 同时又拿出手机 打开摄像拍了几张照片 苏青师眼波微动 对于林寻的动作并没有阻止 林寻拍完照后 便笑着朝苏青师走去 学姐 你今天真好看 林寻将手机收起来 笑着说道 苏青师似笑非笑道 我哪天不好看 林寻连忙附和 学姐天天都美得冒泡 美的让我心醉 苏青师脸色微红 白了他一眼 差不多得了 嘿嘿 对了 学姐准备去哪里啊 林寻又问 今天有点事 苏青师简单地回答道 他已经提前在微信上 告诉林寻了 那我和你一起去 林寻笑道 苏青师看着他 难道我叫你来 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于是 两人并接而行 一路上引得许多人侧目 学姐是要离开学校吗 林寻疑地问道 苏青师点头 我高中的同学过来南城玩 发信息给我 希望我出去跟他献一面 高中同学 男的女的 林寻顿时警惕起来 苏青师白了他一眼 要是男的 我会答应出去吗 林寻松了口气 笑了笑道 你们的关系很好吗 苏青师沉吟了一下 道 好倒是算不上 以前能互相说说话 我们算是性格比较相似的 当然 这几年都没联系过了 现在怎么样 也不知道 林寻点了点头 不过他还是有些谨慎的 掏出电话 我让阿泰跟着 说完 他给阿泰打了个电话 第503章 苏青师的高中同学 半个小时后 一辆路虎 停在了一家咖啡厅门口 少爷 少夫人 到了 林寻点了点头 偏头看向苏青师 笑道 就是这里吗 苏青师点头 他打开车门下车 刚下车 苏青师就吸引了 众多人的目光 怎么会有 这么漂亮的姑娘 林寻让阿泰在车里带住 而自己则是带着苏青师 走进了咖啡厅 先生 女士 欢迎光临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身姿窈窈的服务员 带住的体的笑容 询问道 有预约了 苏青师淡淡地道 好的 苏青师环顾四周 忽然不远处的一个女生 站起来 朝他挥手 两人都看见了 苏青师对其他微微点头 拉着林寻走了过去 青师 好久不见啊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女生脸上带着阳光的笑容 看着苏青师 眼中是惊艳 好美 他比高中的时候 要漂亮多了 苏青师看着眼前的女生 眼中有一丝陌生语疑惑 蓝音 女生点头笑道 对呀 是我 你不会把我忘了吧 他说着 脸上恰到好处地 露出一丝委屈 苏青师摇了摇头 太久没见 而且你也变了不少 蓝音是他高中时期的室友 两人的关系相比于其他人 要好上一些 一段时间 两人还经常一起去吃饭 苏青师对他的印象 也只是停留在那时候 那时候的蓝音 是一个阳光开朗的女孩 平时大大咧咧的 而现在 她脸上那抹唇针已经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成熟 还有一丝 深沉 身材也胖了不少 高中时期 那点熟悉的感觉 在此时忽然淡化了 这是苏青师此时的感觉 蓝音薇薇一笑 人骂 总是会变的 你虽然还跟以前一样高冷 但是我感觉 你也变了 以前的苏青师 因为长得漂亮 被很多人追求 表白 宋情书基本上每天都有 因此 那时候她非常高冷 对所有人都表现出疏离感 如果不是自己 当初帮过她一次 可能两人之间 也不会有太多交集 不过见到苏青师的那一刻 蓝音心里就有 众怪怪的感觉 都说女大事八变 蓝音在高中的时候 也是一个美女 还是那众娇俏可爱类型的 只不过现在的她 已经失去了 那青春期的光彩 不知道遭受了生活 皮肤都有些暗淡无光 没有活力 反而苏青师 依然那么漂亮 甚至比之前还要漂亮 精卫天人 蓝音有些羡慕的同时 还有一丝嫉妒 女人心 还抵真 就算是好朋友 彼此之间也会算计的 而她这抹隐晦的情绪 却是被灵巡捕捉到了 她心中一动 眼神都有些深邃起来 这时 蓝音也是注意到了 苏青师身旁的灵巡 好奇地问道 这位是 苏青师淡淡道 她是我未婚夫 只介绍这么多 就连名字都懒得介绍 毕竟在泰看来 两人之间除了现在 以后不会有一点交集 她苏青师虽然自信 但是她也是一个 占有欲狠将的女人 她的男人 不允许别人觊觎 蓝音看着灵巡的目光 带着惊讶 不过她更惊讶的是 苏青师居然说 这是她未婚夫 未婚夫 天哪 青师 你都订婚了吗 难以置信 这位天之娇女 高中时期 几乎所有男生的梦中女神 如今已经订婚了 苏青师点了点头 是的 我的天 这也太让人震惊了吧 蓝音惊呼一声 看向灵巡 打招呼道 你好 我是蓝音 是青师的朋友 灵巡点头 你好 态度很冷淡 蓝音也感受到了 心中有些郁闷 这家伙这么高冷的吗 果然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啊 不过看对方的气质 有种那种 富家少爷的既视感 她接触的人很多 对此很敏感 看来自己这位朋友 这段时间过得很好 蓝音连忙招呼两人坐下 并且热情地询问他们 要喝什么咖啡 苏青师姐单点了一杯拿铁 灵巡也是如此 你们确实很有福气象呢 连爱好都一样 气氛有些尴尬 蓝音微笑着开口 苏青师顿了毒 点头 嗯 蓝音被对方这回答一噎 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又过了一会儿后 蓝音才组织好语言 再次开口 对了青师 你 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苏青师淡淡道 我现在大四 还没有找工作 他说 的确实是事实 他现在确实是无业游民 只是他如果想工作 随时都可以上党罢了 这样 你在南大 应该挺优秀的吧 蓝音点了点头 询问道 还好 苏青师谦虚地回答道 林询却是笑着道 学姐可不是还好这么简单 她在南大 可是公认的才女 蓝音眼中满是羡慕 果然不愧是你 不管到哪里 都能发光发热 苏青师轻笑了笑 随即他看向蓝音 问道 你呢 你小子在干什么 蓝音叹了口气 道 不瞒你说 我现在已经休学了 为什么 苏青师不解地看向他 蓝音解释道 怎么说呢 这件事很复杂 我 我怀孕了 此言一出 林徐与苏青师都震惊了 怀孕了 苏青师倒是没有什么异样的想法 而是问道 大学生怀孕了 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相反学校应该还要鼓励 你是休学打算养胎吗 蓝音面色复杂 其实也可以这么说 不过我休学的原因 还是因为大学的同学的议论 怀孕虽然正常 但是 同学们觉得不正常 他们的语言很犀利 甚至超过了高中时候那些人 我也是受不了 他们在背后嚼舌根 就申请休学了 孩子的爸爸呢 苏青师问道 蓝音脸色暗淡 他 他是我辅导员 不过我们是真心喜欢彼此的 只是 迫于压力 他也只能让我休学 所以 很多人都不知道 孩子的父亲 是你辅导员 苏青师勉强消化了这个消息 问道 蓝音点了点头 苏青师与林寻对视一眼 这特么的 也太狗血了吧 第504章 遇见你 真的很幸运 是生恋 其实这种恋情是正常的 只要二者之间的年龄 不是特别离谱 那倒是无可厚非 大学的辅导员 一般来说 年纪也不会很大 不超过30岁 蓝音与苏青师是同届的 所以 他也是23岁左右 所以你现在怀孕了 他是什么态度 苏青师好奇地问道 蓝音说道 这件事情 我们也觉得很突然 在这之前 我们只是普通情侣 都没有见过双方父母 其实我的想法是 在孩子出生之前 先把婚事办了 苏青师点头 至少蓝音是打算 把孩子生下来的 如今最重要的 就是男方的态度 身为辅导员 要是娶了自己的学生 这个消息是瞒不住的 虽然不说会引来怎样的轰动 但是对于他本身来说 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你有孕在身 还是不要到处乱跑了 苏青师只能这么说道 这件事情 他也是 只能当个看客 不过心中还是有些复杂的 曾经的高中同学 现在已经为人母了 蓝音此时的状态 确实不是很好 说出这件事后 他彭扶揭开了心口的一扇窗 流露出无助 我 我当初也很后悔 明明两人都没有决定 在短期内要孩子的 而且 我们还没见过父母 他的事业也刚刚稳定 没有什么钱 这对我们来说 是一件冲击力很大的事情 所以我 我就是想 出来找一份工作 让他早点娶我 蓝音双手捂着脸 语气有些颤抖 林循看向学姐 后者眼眸微微移动 不过脸色却是平静 于此 他大概明白了 正要说话 不过这时 一只冰凉的小手按住他 苏青师脸上表情没有变化 道 不好意思 我现在 也帮不了你什么 他已经明白了 蓝音来这里的原因 其实说难听点 就是想通过他 来寻找一份好的工作 当然 苏青师知道自己寄精几两 他现在的事业 也还没起步 甚至 以后他也会在临时上班 前途无量 但是那是以后 现在那些东西 不是他的 尽管他现在的小金库 无比庞大 但是那也不是他的钱 那是林家对他的认可 他不可能因为一丝同情 去利用林家的便利 更不想给林寻造成麻烦 所以 他帮不了对方 蓝音表情渐渐地恢复冷静 他苦笑道 没关系 我就是趁着这段时间 出来散散心 顺便找找工作 听说你在这边 顺道过来看看你 他知道对方的意思 所以也没有去过多抢求 我们下午还有课 就先回去了 你注意安全 待了一会儿后 苏青失开口道 同时 他示意林寻去结账 后者轻轻点头 起身前往收银台 蓝音看着这一幕 眼神一动 点了点头 好的 对了 你什么时候放假 到时候 我们高中应该有聚会 你来吗 聚会 苏青失不解 蓝音有些意外 班群里说了呀 你没有看见吗 高中班群吗 我早就退了 苏青失摇了摇头 好吧 那到时候 有消息 我通知你 蓝音点头 这时 林寻走了过来 苏青失也顺势起身 跟蓝音打了个招呼 便离开了咖啡厅 门外 阿太恭敬地打开车门 林寻与苏青失进入车内 车子扬长而去 这一幕 也被蓝音看在眼里 眼力尽不错的他 自然认出了 那辆车子是路虎 豪车 也是被震惊到了 不过熟悉苏青失 家境的蓝音知道 这不是他的实力 他家里父亲是警察 母亲是公务员 根本买不起这种豪车 一个二十出头的女生 能创业成什么样 因此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他的未婚夫 那个看起来 比苏青失小几岁的男生 居然是富二代 这一刻 蓝音舞未杂陈 情师 从认识你开始 你的命就很好 自身优秀 长得漂亮 就连未婚夫 都是这么优秀 真是 让人羡慕极多啊 想到自己的男朋友 这一刻 一种情绪被无限放大 另一边 车内 学姐 在想什么 灵巡的声音 打断了正在出神的苏青失 苏青失回过神来 自然地将脑袋 靠在灵巡肩膀上 我在想 遇见你 真的很幸运 灵巡没目顿时柔和下来 我也是如此啊 遇见你 是我上辈子耗尽了所有运气 才换来的这一次泄火 面对这对已经陷入煽情阶段的男女 阿泰表示自己只是工具人 听不现 学姐 你这个朋友 嗯 我建议你远离他 斟酌一下语言 灵巡开口道 苏青失点头 我本来也没打算亲近他 这次现的这一面 就是与过去说再现 其实 再见到他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了 我们之间 是无法成为朋友的 与对方交谈的过程中 兰印的情绪 虽然隐藏得很好 但是怎么可能 逃得过苏青师的察觉 当年的朋友 经过时间的洗礼 已经物是人非 说到底 当年的他们 其实也算不上朋友 比起他跟江云小 那简直是一个天 一个的 他苏青师交朋友 看人很准 所以也导致他朋友 很少的原因 四江江那种 大大咧咧的同时 又会顾及你的感受 又不会去过分插手 你的私人生活 这种友情才是理智的 回到学校后 临寻送苏青师回寝室 自己则是返回教室上课了 而阿泰 则是继续看他的台球厅 12月中下旬 第一波冷空气来袭 气温骤降 原本短袖的大学生们 此时都天衣家帽 跟个小土豆似的 这天气 根本不足以出动 本帅的军律大衣啊 狗胜利 就穿着一件背心 还有一件薄外套 双手抱胸地 蹭着身旁的临寻 你小子穿这么少 真的不冷吗 不愧是脂肪将军 凌寻比狗胜利好一点 穿的外套要厚上一些 两人紧靠着彼此 承受着冷风洗面 至于刘刚 听说是去参加一个 叫什么冬季教官 培训营的培训了 越到后面 每个人都有了 自己的生活方向 第505章 窥视感 12月底 受冷空气影响 各地气温已经降到了激度 在南方 激度已经很冷了 还有两周就期末考试了 又过了一个学期 307寝室内 狗胜利看着手机里的日历 感叹道 你啥时候这么多愁善感了 林寻正宇学姐双排 文言看了他一眼 狗胜利感叹道 只觉得时间过得真快 大学四年到目前未知 算是过了一小半 感觉也没学到什么东西 凭借现在拥有的知识 好像不足以支撑他以后的发展 摆摊 嗨嗨 这个工作还是不错的 但是他却不能碰 对了 台球厅已经开始盈利了 月初的时候 我会把盈利明细弄出来 然后就可以发工资了 这时他忽然看向林寻 后者点头 凭借着大学生 这个独特的客源 想要盈利很简单的 他们联合办的 这个台球厅 并不需要缴纳租金 也就是说 赚到的钱 都是进入他们的口袋里 而且本金这方面 林寻也没在意那点小钱 盈利的话 大家就一起分了 钢子已经离开两个星期了 这家伙还没回来 狗胜利开始想念刘钢了 现在寝室只有他们两人 乐趣都少了许多 不过还好 他们也不觉得无聊 因为他们的对象都在学校里 随时可以出去约会 这时 林寻已经结束了游戏 他看向狗胜利问道 对了狗胜 你跟林淼淼打算什么时候订婚 狗胜利挠了挠头 明年吧 暂时决定是这样 等寒假过年 我打算让双方家长都现一面 他最近存的钱也有一小笔了 打算在年底之前买辆车 至于驾照 他开学的时候就报名了 现在正准备考科三 科三一过 科四那就是闭着眼睛过 直接拿正 林寻点头 那还可以 钢子也是打算 年底带着他对象去见家长 就是不知道 女方的家长会不会同意他们的事情 狗胜利黑黑一笑 钢子这么优秀 而且条件也不错 应该是没问题的 林寻看着天花板 心中有些感叹 确实啊 他们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抬起手 林寻看着手指上的戒指 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中午 天空下起了萌萌细雨 温度再次下降 林寻穿着一件家长版的黑色风衣 脖子围着围巾 撑着雨伞走出了寝室 他答应了中午跟学姐一起吃饭 这个学期苏青师并没有什么事情 他一直待在学校里 无聊的时候 林寻就带他出去玩 身边带着阿泰 所以并没有什么危险 上次那次跟踪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两人都有些渐渐的淡忘了 林寻走到食堂时 苏青师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他穿着一件蓝色羽绒服 下身是一条光腿神器 同样围着围巾 面容轻浪 雨伞遮住了眼睛 人们在远处只能发现 这个女生的身材很好 走近了才能发现 她居然长得如此美 在十米之外 林寻目光就定在了她身上 她一眼就认了出来 毕竟 学姐的身体构造 没有人比她更清楚了 林寻走到她面前 苏青师顺势收起了自己的伞 躲进了林寻的伞下 冷不冷 林寻空余地手握住她的手 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口袋里还有余温 那是林寻提前暖过的 苏青师摇了摇头 还好 有细心的人惊讶地发现 两人的围巾居然是同款 就像是情侣款 加上两人的颜值都很高 站在一起 简直太磕了 林寻带着她进入饭堂 轻车熟路地去打饭 她甚至不用问苏青师 就知道她想吃什么 这就是两人相处久了之后 产生的默契 互相彼此深刻了解彼此 这个温度 南城今年应该会下雪吧 苏青师正正地看着外面 下霜是肯定的 不过雪嘛 南城也是难得一线 林寻端着饭菜放到她面前 笑道 快吃吧 不然凉了 嗯 苏青师轻轻点了点头 吃饭过程中 两人没有说话 但是却没有一丝尴尬 就像是在一起生活了多年的老夫老妻 彼此的心意都心知肚明一般 他们好般配呢 不远处 一名男生也是发现了 这对神仙眷侣 他对面的旁边 坐着一个女生 很漂亮的女生 正是苏青 听到男生的话 苏青转头看了后面一眼 随即有些惊讶 是她吗 她有些意外 居然会在这里见到 林寻与苏青师 话说回来 她也有一段 时间没有见过这两人了 苏青同学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 做我的女朋友呗 男生这时微笑地看向苏青 虽然她在笑 但是这种笑容 却让苏青感到不适 她淡淡道 敏学长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喜欢我 但是抱歉 我并没有谈恋爱的想法 这个人也是奇怪 虽然在社团里 他们是同事 但是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交集 而对方却突然说喜欢自己 想要追求她 苏青知道自己的魅力 也是引来许多男生的暗恋追求 不过眼前这个敏文 跟其他男生不一样 她口口声声说追求自己 却从来不会过多打扰自己的生活 而是保持距离 就好像她说喜欢自己 只是一句调侃一般 这种追求 苏青觉得不对劲 敏文黑黑一笑 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啊 我觉得你会是我的良配 所以我想追求你 苏青脸色一僵 随即淡淡道 这是你的权利 我无权干涉 但是前提是 不要给我的生活带来麻烦 放心放心 敏文淡笑道 她的目光在苏青脸上停顿了一会儿 随即一开 又看向不远处那对男女 吃完饭后 林荀和苏青师一同走出食堂 突然 苏青师停下脚步 看向不远处的苏青 准确来说 是看向苏青旁边的敏文 怎么了 林荀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看到了苏青 没事 苏青师收回目光 若有所思地说道 她总觉得 暗中有双眼睛在盯着自己 林荀没有再多问 她拉起苏青师的手 走出了食堂 下午晚上都没客 我们去看电影怎么样 林荀提议道 好 苏青师微笑着点点头 第506章 墨镜女人 下午 林荀在操场跑了半个小时的步 天气寒冷 操场上的人少了许多 只有那么零散几个 林荀学长 正在跑步的林荀 忽然被人叫住 她放慢脚步 回头看了一眼 发现了一样正在跑步的苏软软 就在她放慢脚步的时候 苏软软加速追了上来 好巧啊 你也在跑步呢 苏软软笑着说道 林荀淡淡地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并不是她不想说话 而是现在她已经进入状态 如果说话的话 呼吸节奏就会被打乱 苏软软大声地道 林荀学长 待会儿能不能跟你聊聊 林荀又看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手指了指前面 下一秒她 直接加速 将苏软软甩在身后 苏软软脸色一变 她还以为对方会放慢速度 跟她一块跑呢 林荀的速度越来越快 庞伏是进行最后的冲刺 百米中点触 她停了下来 白跑未走 很难受 冷空气吸入体内 整个人都麻麻的 走了两圈后 林荀来到了放松身体的地方 这时苏软软也凑了过来 她就这么将自己的腿架在杆子上 跟林荀并排 林荀看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继续拉伸 呼 累死我了 苏软软一边喘气 一边盯着林荀 林荀学长 你体力真好 林荀嘴角微微抽搐 这才跑了几圈 林荀停下动作 拿起一旁的水 喝了几口 学长 你经常来这里跑步吗 苏软软继续找话题 林荀点点头 只要天气好 她基本上每天都会来 怪不得身材这么好 苏软软嘀咕到 脸微微发烫 林荀无视她的话 准备离开 哎 等等学长 苏软软喊道 我还有事没说完呢 林荀皱眉 转头看向她 还有事 如果对方只是说这些废话 她完全没有兴趣听 晚上还得跟学姐去看电影呢 现在可没空跟其他女生闲扯 那个 方便加个微信吗 苏软软红着脸问道 不方便 林荀淡漠地扔下这句话 转身就走 哎 我没有别的意思 苏软软看着她的背影 声音越来越小 我说苏软软 你不知道 人家是有妇之妇 还去骚扰人家大马 一道冷峻的声音响起 苏软软看向说话的人 眉头一皱 萧毅 你怎么在这里 萧毅一身运动服 理所当然地道 锻炼啊 操场是你家的 苏软软鼓着脸瞪她 操场虽然不是我家的 但是我的事情 你也没资格插手 我怎么就没资格了 你爸妈可是替我照顾你 萧毅双手抱胸 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你 懒得跟你说 苏软软气呼呼地别过头 还有 人家根本就不理你 而且她有女朋友 你该不会喜欢她吧 萧毅嘲笑道 要你管 苏软软瞪了她一眼 再多嘴 我就咬死你 且 暴力女 萧毅撇撇嘴 你再说一遍 苏软软举起了拳头 我可不怕你 暴力女 萧毅丝毫不示弱 你 苏软软气地说不出话来 她决定不再理会萧毅 转身离开了操场 凌寻回到寝室 寝室里并没有人 狗胜利应该是出去约会 或者吃饭了 简单洗了个澡 凌寻就出门去接学姐了 女生寝室楼下 凌寻如同往常一样 站在不远处 路过的女生 旁服都习以为常 以前或许还有女生 找她要微信 而现在 凌寻同学 又来等苏学姐呢 凌寻学弟 穿这么帅 跟女朋友约会啊 听到那些女生的调侃 凌寻淡淡一笑 承认得点点头 没多久 苏轻师的身影出现了 她洗过澡 发丝悬没干完 穿着紧身牛仔裤 上身还是白天的外套装扮 每次她的出现 凌寻的心跳 总会下意识加快 这个给你 苏轻师忽然递了一瓶 AD盖给她 凌寻才发现 苏轻师手中拿着这东西 笑着结果 刚好洗完早有点渴 将吸管插入瓶中 凌寻忽然递到苏轻师嘴边 干嘛 苏轻师疑惑地看向她 这是她拿给凌寻喝的 凌寻笑道 第一口老婆先喝 闻言 苏轻师脸蛋微微一红 她轻轻地将红唇附在吸管上 吸了一口奶 松开时 她那口红 已经粘在吸管上了 苏轻师眉头一皱 就要擦掉 忽然凌寻快速躲开 将吸管含住 好喝 苏轻师白了她一眼 两人牵着手离开校园 因为地面比较湿的缘故 所以他们并没有选择走路 而阿泰已经在校门口等候多时了 电影城 凌寻买好了爆米花 苏轻师拿着票 一同进了电影院 找到位置坐下后 电影很快便开始了 大屏幕上播放着片头 凌寻将目光从屏幕上移开 转头看向身边的苏轻师 只见她正专心地看着电影 凌寻不禁看得出神 她突然很想就这样一直看着她 这时 苏轻师似乎感觉到了她的目光 转过头来与她对视 凌寻眨了眨眼 苏轻师忽然做出了一个 让凌寻意外的动 只见她忽然主动将唇覆了上来 轻在凌寻嘴角 当后者反应过来时 苏轻师已经退走 眼神狡黠地看着她 凌寻 调皮的血减 殊不知 两人的动作直接影响到了附近的人 哎呀 谁来杀了他们 不远处 一名身材火爆 戴着墨镜的女人 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面色平静 那眼睛下的目光 略过一抹寒意 电影看完后 众人离场 凌寻牵着苏轻师的手离开 而不远处 那名墨镜女子也随之起身 学姐 待会儿听我的 凌寻看似亲密地 伏在苏轻师耳边 轻声道 后者身躯一将 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 凌寻脸色严肃 她的余光通过旁边的反光 看到了跟着他们的女人 在看电影时 她就已经察觉到不对劲了 在一个转角处 凌寻与苏轻师消失 女人摘下墨镜 露出一张冷艳的俏脸 她紧跟上 而忽然间 一道高大的身影 拦住了她的去路 此路不通 阿泰默然地看着她 浑身忽然爆发出 一股凌厉的杀意 女人的脸色 顿时凝重下来 第507章 阿泰出手 寂静的通道内 一男一女四目相对 空气压抑 你是谁 阿泰冷冷地问道 女人红唇掀起一抹不屑 你还不配知道 嘴倒是挺硬 不过 你走不了 阿泰低吼一声 身形猛地冲向女人 后者瞳孔一缩 她从阿泰身上 感受到了压抑的气息 不敢大意 摘下墨镜 朝阿泰一甩 她也是赢了上去 事实证明 在同等条件下 女人的武力值 还是挺惊艳的 毕竟她是女性 女性天生力量 比不上男性 但是与阿泰交手的过程中 她并没有落入下风 反而凭借着 柔韧性十足的身体 与其打得有来有回 抓住一个空档 阿泰猛地一记鞭腿 朝着女人劈去 后者脸色一变 只能抬手格挡 碰 阿泰的长腿 轰击在女人的手上 后者身躯一沉 居然被压得单膝跪地 脸色露出一抹痛苦 阿泰并没有因为她是女的 而手下留情 在她的认知里 不管是男女 只要是敌人 那就全力以赴 女人正要发力 忽然一个44码的鞋底板 在她瞳孔中放大 碰 一声沉闷下 女人惨叫一声 身躯直接滑地倒飞树米 阿泰冷冷地收回脚 随即朝女人走去 女人此时吃痛地 捂着自己的两颗球 脸色难看且羞愤 下流 她怒视着阿泰 这混蛋居然踢她的胸 如果不是她的规模足够 弹性大 说不定这一脚 已经把她干吐血了 然而即便如此 那么强大的力度 也让她难受无比 可别踢坏了呀 以后孩子没奶吃怎么办 阿泰目光落在她的胸前 眼神停滞了一下 随即冷哼一声 你搞清楚 我们是敌人 别给我唧唧歪歪的 文言 女人大怒 混蛋 臭男人 老娘杀了你 她不顾自己的伤势 再次朝着阿泰冲了过去 阿泰眉头一皱 只能迎难而上 十几秒后 女人再次被阿泰踢飞 而且奇怪的是 踢的位置变成了她的翘臀 这让女人羞耻无比 下流二字 已经是她对阿泰的评价了 阿泰也是尴尬的嘴角抽搐 她也不想 但是高手过招 破绽出现 怎么可能会放过 不管你是谁的人 乖乖束手就擒吧 你不是我的对手 阿泰说着 朝女人逼近 女人忽然冷笑 我虽然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你又怎么知道 我是一个人来的 阿泰一愣 随即她脸色一变 要虎离山 这些人 从始至终的目的 都只是少爷与少夫人 眼前这个女人 估计只是她们人手中的一个 坏了 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阿泰也不管女人了 转身就走 站住 女人轻贺声传来 一道破风声响起 只见她一记 边腿朝阿泰袭来 后者微微偏头 躲过了对方的袭击 与此同时 她忽然朝着女人近身 直接抓住了她的腿 往前一压 女人直接被压成一字马 而阿泰已经到了她的面前 见状女人顿时惊慌起来 她一记肘击 砸向阿泰 可惜后者似乎预料到她的动作 单手就禁锢住了她 混蛋 下流 放开我 女人挣扎着 阿泰眼中露出凶器 锅躁 她猛地一顶头 轰地撞在女人额头上 顿时使后者一阵眩晕 趁着这个机会 阿泰一记手刀 击打在女人后颈 女人身躯一僵 随即白眼一番 顿时软倒在地上 晕了 阿泰从她身上 迅速搜刮了一遍 发现了一张身份证 还有一条项链 下次见面 你就没那么好运了 阿泰冷声道 随即她快速离开了此地 凌寻他们 可能会有危险 得赶紧过去 支援才行 另一边 凌寻与苏青狮 逃出电影院后 便被四五个人盯上了 无奈之下 她只能拉着苏青狮逃跑 凌寻带着苏青狮 跑进了一条繁华的街道 试图躲避追捕者 路人见状 都是投来好奇的目光 心想 这是明星拍戏呢 还是在拍奔跑吧 兄弟弟恩继 后面的黑衣大汉 紧追不舍 而凌寻带着苏青狮 迟早会被追上 这条街是围着电影城的 所以很快两人 就跑回了电影城的位置 不过他们的身形 连忙停了下来 因为前面也有两个大汉 正等候多时 被包围了 凌寻与苏青狮 脸色有些苍白 前者将后者护在身后 看着众人 冷声道 谁派你们来的 跟我们走一趟 你就知道了 一名黑衣大汉 冷哼道 不好意思 你们带不走他们 就在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众人脸色一变 纷纷看了过去 凌寻眼睛一亮 阿泰 阿泰见到此情形 心中顿时松了口气 还好 赶上了 不可能 你不是被大小姐拖住了吗 你把大小姐怎么样了 刚才说话那人 惊骇地瞪着阿泰 阿泰冷泪一笑 你猜 话落 他直接朝众人扑了上去 明明只是一个人 对方有四五个人 却好像阿泰一个人 把对面包围了一样 凌寻护着苏青狮后退 其中一个人 忽然朝他扑来 凌寻脸色冰冷 他躲过对方的一拳 趁机一脚 踹在对方的命根子上 阿吼 那人直接惨叫起来 捂着当不原地 蹦蹦跳跳 苏青狮直接看呆了 凌寻拍了拍手 心中暗中庆幸 自己在学校时 跟刘刚学了几招 这叫什么来着 侧闪激荡 学姐 报警 他冷静地对苏青狮道 苏青狮点头 连忙报警 阿泰那边 一打四 完全是碾压局 仅仅只是两分钟 就把四个大汉 低不起了 少爷 少夫人 你们没事吧 阿泰衣衫有些凌乱 脸上却带着关切之色 凌寻摇头 没事 对了 那个女人怎么样了 阿泰道 我把她打晕了 他看向那些 倒地哀嚎的人 询问道 这些人怎么处理 凌寻看了他们一眼 道 交给警察处理吧 不一会儿 警察到了 几个大汉直接被押走 不过从电影院 出来的警察 却是告知他们 并没有发现女人的身影 第508章 零霸天的能量 晚上11点 警察局门口 凌寻与苏清师 还有阿泰走了出来 旁边还跟着两名警察 凌先生 这些人嘴很硬 估计是黑道上的人 短时间内 怕是撬不出什么信息 不过您放心 这两天内 我们一定查清楚 警察先生认真的对凌寻道 凌寻点了点头 那就辛苦你们了 阿泰开车 凌寻与苏清师坐在后座上 车子离开了警局 凌寻握着苏清师的手 女孩脸上还有一丝苍白 学姐 没事吧 苏清师摇了摇头 没事了 不用担心我 凌寻揉了揉女孩的头发 眼中略过一抹心疼 不过更多的还是愤怒 那些家伙 居然敢对他们出手 如果今晚没有阿泰在 估计他们现在 已经被绑架了 凌寻看向开车的阿泰 问道 阿泰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吗 阿泰单手开车 一只手 拿出从那女人身上 搜刮到的身份证 递给凌寻 这是在那个女人身上找到的 她并没有交给警察 因为在她看来 他们比警察更靠谱 凌寻看着身份证上的信息 身份证上的照片 是一个女人 女人面色冷冽 眼中带着默示一切的孤傲 长相倒是一流 莫求求 凌寻惊讶地念出这个名字 难以想象 这个听起来就很可爱的名字 其主人居然是如此高冷的反派 南城的黑道势力我并不清楚 不过在京都 黑道上倒是有一个姓默的势力 阿泰沉声道 凌寻神色一动 道 你的意思是说 对方是京都的人 大概略 阿泰道 凌寻沉默 京都来的人 目标是他们 那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少爷 这件事我会向先生汇报 不管是不是京都的人 既然有人向您和少夫人动手 那么凌家就不可能罢休 阿泰沉声说道 凌寻眼神冰冷 不管是谁 动我的人 都要付出代价 阿泰点点头 加快车速 车窗外 夜色如墨 凌寻紧紧握着苏清师的手 彭扶在告诉他 别怕 有我在 苏清师靠在凌寻的肩膀上 心中渐渐地平静下来 一路无言 很快 车子开到了学校门口 下车后 凌寻将苏清师送到寝室 他并不担心寝室内有坏人 因为女生寝室 是实行实名制扫脸进入的 好好消息 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苏清师看着凌寻 心中充满了安全感 点了点头 看着苏清师进入寝室 凌寻深吸一口气 他对阿泰道 阿泰 这段时间 加强对少夫人的保护 阿泰凝重地点头 放心吧少爷 京都那边已经派人过来了 我一定不会让少夫人出事 凌寻点头 随即他拨通了一个电话 爸 我有事情跟你商量 京都 某座四合院 碰 漆黑的夜晚 一声巨响传开 有嫡妻 一声惊呼 整个四合院顿时骚乱起来 不过这动静来得快去得也快 某个大厅里 一个西装男人 翘着二郎腿 坐在沙发上 手中还端着一杯酒 他身后 站着四个面色冰冷的人 三男一女 他们手中拿着消音手枪 对准前方 而大厅里 蹲满了人 男女老少都有 这四合院所有的人 都被集中在这里了 而西装男人对面 坐着一个中山庄中年 他此时正眼还怒火地 看着面前的男人 林霸天 我莫刀堂 应该没招惹你吧 林霸天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泽泽 老莫 这么激动干什么呢 我来这里 就是想跟你聊聊天二爷 老莫文言 嘴角一抽 聊聊天 聊天至于把枪口 对准他们聊吗 哼 你还是当年那个调样 谁也不放在眼里 老莫冷哼一声 他莫家在黑道 也是巨头般的存在 这姓林的屌毛 说干就干 纯粹的莽夫啊 不过不得不说 林霸天虽然不问黑道 世事多年 但是一出手 还是当年那个 雷厉风行的猛人 就他身后的四个保镖 愣是把整个四合院 都干趴下了 武力直强的离谱 虽然他的手下 并不在这里 但是这个四合院的 安保力量 也二十几人啊 林霸天放下后者的酒杯 双手交叉 看着对方 淡淡道 好了 说正事 要不是你们触碰到我的逆铃 老子现在还在老婆坑头上呢 老莫沉默 他也想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快 在林霸天的解释下 老莫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他眉头一皱 你说我女儿 想要绑架你儿子媳妇 林霸天点头 就是这么一回事 现在该你 给我一个解释了 老莫眉头一皱 说起他那个女儿 他也是头疼得很 自从他母亲离世 他也脱离了自己的管控 就连他都拿起没办法 他就这么个女儿 哪里舍得动吗 心烦之余 他看向林霸天 不介意抽根烟吧 林霸天挥了挥手 来跟滑子 身后一个青年 掏出一包滑子 给老莫还有林霸天 都点了起来 沉默良久 老莫才道 这样如何 我会把事情查清楚 给你一个交代 从今天开始 我莫刀堂不会找你 临时一丝麻烦 只是我女儿办事的 幕后主使 我也会给你查出来 另外 再赔付临时一百亿 林霸天挑了挑眉 这么舍得 老莫冷哼道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如果对方不满意 他相信 自己的女儿 绝对陷不到明天的太阳 林霸天拍了拍手 爽快 那么谈判结束 晚安好吗 他拍了拍老莫的肩膀 带着人走了 大名鼎鼎地黑到 市里老大的院子 林霸天却出入自如 林霸天走后 老莫脸色就黑了下来 吩咐道 把我那个不孝女叫回来 还有 今晚的事情 谁说出去 打断腿沉浆 谁懂啊 做着美梦 突然被人断了老巢 特么的也太丢人了 而回到林霸天的零霸天手机 忽然收到一条短信 看着短信内的内容 他脸色冰冷 嘴角掀起一抹嗜血的笑容 敏家 什么垃圾玩意儿 第509章 苏老师 元旦节 刘刚结束培训返回 而307寝室 此时也是小集合了一下 视频内 吴达依旧顶着一个寸头 今天是他新兵夏连的日子 单位里搞了聚会 结束视频后 刘刚叹了口气 又过了一年 大学的节奏就是这么快 一个学期眨眼就过去了 你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你在这期间做了什么 刚子你还不复习 下周就考试了 狗胜利的声音响起 这货已经一边与林淼淼打着视频 一边翻开课本了 刘刚翻了个白眼 现在都这么卷了吗 他刚培训回来呢 就要期末考试了 这次培训 也奠定了他将会是 南大未来的两年的军训教官 甚至当他毕业后 还可以加入培训队里 当全国各地的教官 工资最低200多一天 也算是不错的工作 刘刚看向正在收拾东西的林寻 疑惑得到 老林 你又要去约会啊 林寻身形顿了毒 点头 什么约会 我这是去复习 刘刚翻了个白眼 对对对 又得吃了 这么冷的天 换他 他都不想出去呢 林寻也没与室友细聊 拿着课本 就离开了寝室 距离上次绑架事件 已经过去了一周多 林寻并没有将事情告诉室友 在他看来 这种事情 尽量不要将他们扯入其中 校道上 寒风彻鼓 但是依旧有许多学生 朝着教学楼的方向走去 期末考试即将来临 大家也开始内卷了 林寻走在道路上 将脖子与嘴巴 埋进围巾里 表哥 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道叫喊声 林寻顿了毒 回头看了一眼 只见顾颜月快步朝他跑来 这丫头穿着刮腿神器 上身是一件红色羽绒服 黑发飘扬 活力十足 嘿 叫你好几声了 怎么都不应我 顾子月不满地看着他 林寻耸了耸肩 你又没喊我名字 我怎么知道 你在叫我 顾颜月撇了撇嘴 有些不满 这时 林寻看向缓步走来的苏晴 有些意外 你们两个 怎么走在一起了 苏晴解释道 刚好在寝室门口遇到了 就一起走了 他们这些人 彼此之间都认识 在路上偶遇都会打招呼 林寻点了点头 随即想到什么 他看着苏晴 问道 对了 你们部门的闽闻 你还有印象吗 苏晴有些意外地看向他 闽闻 你问他干什么 林寻淡淡道 就问问 苏晴想了想 脸上也是露出一抹疑惑 你这么说 我倒是觉得奇怪 他前几天就辞去职务 好像是休学了 这家伙莫名其妙 就远离了视线 不得不说 苏晴还是挺意外的 不过也是喜闻乐见 毕竟对方经常纠缠自己 不过转念一想 林寻怎么会问这个 苏晴很聪明 几乎就想到了什么 看向林寻 你怎么知道他 林寻没有回答 对于闽闻这号人 林寻并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其背后的闽家 就不得不说一下了 原来最近这段时间 他与学姐遇到的危险 也与闽家有关 而在闽家的打压下 现在的闽家 也是阵脚大乱 自顾不暇 闽闻这个人 也很危险 林霸天早就想到了 于是便威胁闽家 让闽闻滚回去了 你们在说什么啊 一旁的顾紫月 露出清澈的不解 林寻淡淡道 大人的事情 小孩子别管 一听这话 顾紫月顿时不乐意了 他挺了挺小苏兄 邓道 我不小好吧 林寻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一眼苏晴 一死不言而喻 苏晴嘴角抽搐 顾紫月下意识看了一眼苏晴的 又看了一眼自己的 脸颊通红 不是 一定是自己还年轻 还有大的空间 看向林寻笑道 你变了不少 林寻笑了笑 道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苏晴点了点头 林寻看了一眼顾紫月 好好复习 别第一个学期就挂科 说完 他转身离开 哼 臭表哥 顾紫月朝他的背影 做了个鬼脸 苏晴看着林寻的背影 目光复杂 没一会儿 林寻就来到了教学楼 来到了属于他的教室 他看到了自家老婆 苏晴师扎着丸子头 从背后看能看到 他白皙的脖子 即便是背影 也如此完美 似乎是有所感觉 苏晴师抬起头 看向他 四目相对 一时间 整个教室的气氛 顿时变得温柔起来 林寻笑着走过去 坐在他对面 课本带来了 苏晴师淡淡道 林寻连忙点头 是的 苏老师 苏晴师脸色一僵 随即他撑了他一眼 正经点 林寻黑黑一笑 他仔细看着学姐 发现对方跟平时 没什么两样 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毕竟正常人 经历了绑架事件 肯定会受到影响的 更何况是女孩子 心里没留下阴影 就很厉害了 不得不说学姐的心理 是真的强大 看什么 苏晴师淡淡的声音响起 林寻黑黑傻笑两声 看我家的美娇妻 苏晴师脸色忽然一红 流氓 林寻看着害羞的美人 猴姐滚动了一下 怎么办 学姐的魅力太大了 根本看不够 也欺负不够 打开课本 开始学习 随着苏晴师一声令下 林寻连忙便正经起来 是 苏老师 苏晴师是大四 所以他不用复习 他就是答应林寻 陪着他复习 很快 临近中午 林寻伸了个懒腰 苏晴师默默起身 走到林寻身后 替他按摩 林寻仰头对上女孩 灿若烦心的眼眸 黑黑一笑 苏晴师忽然轻声问道 林寻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林寻脸色一僵 随即笑容缓缓收敛 学姐怎么知道 苏晴师淡淡道 我是最了解你的人 嗯 里里外外都是最了解的 林寻苦笑 居然被你发现了 苏晴师定定地看着他 良久后道 能说吗 林寻笑了笑道 当然 我怎么会瞒着你 只是没找到 合适的机会说而已 关于上次电影院 想要绑架我们的那些人 苏晴师问道 林家出手的事情 他并不知道 林寻点了点头 证明苏晴师猜的是正确的 第510章 墨求求找上门 背后谋划的人 是秦天 林寻轻声开口 苏晴师身形一顿 脑海中不由地想起了 上次在咖啡店 看见的那个中年 秦家家主 苏晴师淡淡问道 是的 林寻点头 随即他把事情的经过 说了一遍 包括墨刀糖 以及处理结果 敏文 是跟苏晴走得很近那个 苏晴师想起了 上次在食堂吃饭时 见到的那个男生 原来如此 他说 怎么感觉有人在窥视自己 敏家的人 那就正常了 秦天的目标是我们两人 他想以 我们两人为缺口 联合敏家 报复林家 林寻沉声道 现在敏家已经被林家 还有另外几个家族打压 秦天却不知去向 他似乎还有力量 而林寻并没有告诉苏晴师的是 在这次事件中 是死人了的 他老爹的人 在秦天藏匿的别墅里 发现了秦哥的尸体 秦哥 说起这个名字 林寻依稀还记得 那个女人找自己 提出要跟自己结婚的荒谋请求 没想到 他居然被人折磨致死 而且凶手 还是他的父亲 秦天这个人 已经疯了 不过秦天已经躲藏起来了 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哪天会突然蹦出来 这也是林寻所担忧的地方 他怕那个疯子 突然对苏晴师下手 不过稍稍放心的是 最近南大暗中 也有许多林家的力量 在暗中保护自己 还有学姐 除了阿太以外 还有人扮演学校的职工之类的 苏晴师缓缓俯身 脸颊贴着林寻 辛苦了 林寻捏了捏他的脸颊 放心吧 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了 走吧 我带你吃饭去 与此同时 台球俱乐部 阿太脸色漆黑地 看着眼前的女人 对方此时正在悠闲地 打着台球 不过偌大的俱乐部里 却只有他一人 因为那些消费的学生 已经被他赶出去了 并且贴心地把门锁上 惹得学生们怨声一片 不过看在女人 这么漂亮的份上 他们也只能乖乖地离开了 没办法 美女总是有特权的 碰 黑巴进洞 青台 女人直起水蛇腰 朝着阿太走来 她身材活辣 在室内外套已经脱了 穿着一件背心 一条紧身牛仔裤 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 十分妖艳 气场也是高冷冰山形 只是眉宇间一鸣冷傲 一直化不开 老板 结账 女人的声音很冷 也很好听 阿太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25块 女人眉头一挑 嘴角微痒 这就给你 话音刚落 她忽然一拳朝着 阿太砸去 带着一道进风 啪 阿太淡淡地抓住了女人的手 闹够了没 女人柳梅倒树 下流南 看招 她身躯忽然跃起 一条长腿 朝着阿太扫去 阿太眉头一皱 真要在这里打起来 把射身弄坏了 可不行 千钧一发之际 阿太躲开了女人的攻击 朝着远处跑去 可惜 门已经被女人锁上了 所以阿太刚到门口 就被追上了 看得出来 女人是带着怒气的 这段时间有些狼狈起来 不过很快 她也被打出了怒火 顿时转手卫攻 朝着女人发起进攻 几分钟后 阿太站在女人身后 紧贴着对方 胳膊紧固住她的脖子 冷声道 莫小姐 别闹了 莫求求冷笑 好啊 你先放开我 阿太眉头一皱 上次是你纠缠在先 后果也应该由你承担 女人气笑了 这混蛋 不仅踢她的隐私部位 还打晕了自己 更可恶的是 还夺走了她的身份证 以及项链 她怎么可能不气 哦 那你不知道 女人是不讲道理的吗 她冷笑道 阿太道 你的东西我会返还 不过我们现在 已经没有利益冲突 你拿了东西就离开 怎么样 莫求求眼珠子转了转 随即道 好啊 那你放开我先 阿太也没有摸击 放开对方 还轻推了一下 莫求求看着她 眼睛眯起 就要再次动手 再动手 别怪我不客气 阿太的脸色 已经黑了下来 冷喝道 马德 就你有脾气 混蛋 莫求求瞪了她一眼 伸出白皙的小手 东西还我 阿太默默地走向结账台 在一个小篮子里 取出一条项链 以及一张身份证 走过去递给她 莫求求眉头一皱 你就这么放在那里 不怕被偷 她这么贵重的东西 居然被对方 这么随意地放置 莫求求顿时火气 又上来了 阿太淡淡道 莫小姐 东西还你了 请你离开 我还要营业 谢谢 莫求求嘴角抽搐 臭男人 走到一个沙发上坐着 老娘打累了 休息一会儿 你随意 阿太看着她 两酒后 她默默走到门口 把门打开 没多久 就有学生进来消费了 他们的目光 也是第一时间 落在莫求求身上 眼睛一亮 又来一个大美女 还是成熟欲解放的 那些学生时不时偷看 不过莫求求 岂能没有察觉到 冷漠的目光 扫过那些人 顿时令人不敢直视 阿太也没有理她 纯当她是空气 只要不影响生意就行了 这时 江云小过来替班 她也发现了莫求求 惊艳了一下 不过也没有在意 美女吗 她见多了 她闺蜜最美 阿太 赶紧去吃饭吧 江云小对阿太笑道 阿太点了点头 辛苦了 看着两人交谈 莫求求眉头一皱 目光落在江云小身上 发现对方也是这么漂亮 而且那规模 莫求求 忽然间 阿太觉得一道目光 落在自己身上 她看向莫求求 后者正用一种 嫌弃的目光看着她 阿太心中不解 这女人搞什么 莫求求坐了一会儿 便起身离开了 阿太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心中松了口气 然而 她没有注意到的是 莫求求在离开时 回头看了她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眼中闪过一丝金光